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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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看靓楼 Everywhere 今天来到启德这里 和大家看看一个楼盘的单位 我由启德港铁站走到现在这个位置 大约两三分钟的路程 这里附近还有启德车站广场 可以说在涌地理和交通优势 究竟楼盘的内部质素是怎样 现在带大家去看看 要厌楼当然要找个朋友帮忙 今天我们请来厌楼大人札sir 札sir你好 你好阿天 札sir今天麻烦你和我们一起厌收 这个位于启德的高层单位 没问题 马上开始 入门口左边这里就放了鞋柜 方便的 出门口的时候在这里拿鞋 入门口立刻放鞋 深度很多时候鞋柜就出现深度不够 这里放下去的时候 有三四英 足够一个成人的鞋 市面上现在很多单位都是采取开房式的厨房 而这个是属于一个井柱 好像这一只櫃盆 其实是一个冰箱 有上下两床 那你见我这边 站在这边的时候 为何我的脸这么光 因为这里是窗口 窗口是很难的 其实现在不是很多厨房 厕所也有窗口 所以这里有窗口的时候 自然光 空气流通也很好 来到浴室这个位置 一进来的时候 看到很稠成的感觉 其实为什么呢 因为它用了很大件的鞋 地台位 它用了90cm x 90cm 的大鞋 做的时候 其实都要很考手工 现在查查究竟它做得够不够 这样厨的时候 那些鞋做工都是不错的 天花那里做了一个浴室堡 一来不会阻止它窗的位置 二来就可以做到秋风 和冬天可以做一个发热效果 那现在试试去水吧 由于这些鞋这么大件的时候 去水不是太容易做 那试试吧 好的 去水在这个位置 波茨慢慢都会向这个方向流 就是证明是做到斜水的 进来睡房了 丁方型号市井 量一量尺 这里大概有麦克风 不松一点 就是说一张五尺的床 绝对够放了 下一个就是讲讲这个工作平台 大家出去看看 邋Sir 不如我们看看一个合饭厅 看这里的开积都挺实际的 对啊 根据楼书所说 它大约是4.9 x 2.6米 设计上都相当灵活 两边都预了 天线位和插数 给你摆在电视柄都可以 今天和大家看看 我看到这个楼本的其中一个单位 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带大家 看看其他楼本的漂亮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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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